那我们曾经介绍过 这个淘汰的电脑不要丢 那这个电源供用器你丢了吗 如果没有丢 我们把坏掉的电源供用器 拿来可以再利用 那今天我们要介绍各位什么东西呢 这个就是黄门的一个安全警报器 那这个做法很简单 那网路上也有很多人教人家做 那一般都是用一个蜂鸣器 那我们今天不用蜂鸣器 因为蜂鸣器你还要去买 去哪里买你还不知道 那我们准备教各位 用这个闹钟来改装 这个闹钟的话 各位应该知道 很大声的嘛 闹钟不会比蜂鸣器小声 那要怎么做呢 我现在来为各位示范一下 那当然首先 我们把我们坏掉的这个电脑 这个电源供用器 我们取一条线出来 两条线 取两条线 这个是坏掉的 那这个线我们就要剥皮嘛 你大概 大概这个皮 剥大概两公分左右 那剥皮的方式一般都是一个钳子加尖嘴钳这样子 这个不然是斜口钳 这样子 那另外一个也是这样子 大概两公分 这样就剥起来 同样我们另外一头也是 我们都先把需要的东西先准备好 那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 这个黄门的一个安全 黄道的警铃 那我们这两条线 从旧电脑拔下来 那双头都把皮剥好 那再来你必须 要准备这个 一个夹子 这个是木夹子 木夹子比较好 没有的话就去 这个五金行买一下 那生活杂货店也有 那 这个要怎么弄 我们来看一下 你还要两根图钉 两根图钉 我们找漂亮一点的 好 两根图钉 那两根图钉呢 那今天我们将这个 线图钉在图钉上 好 我们给各位来个特写 你这个塑胶 塑胶的表皮 不要压到上面 因为这个就是 在图钉的帽子的外缘 不要不要进去了 另外一条也是 所以我们刚才有跟各位讲 就是说用长一点 两公分 这个就是为了要 要避开这个图钉的帽子 好 好 我们把它扎好了 扎好以后呢 你必须把这个图钉 钉到我们这个木 木衣夹上面 你尽量把它钉在一个中心点 把它钉上去以后 稍微敲一下 拲一下 然后再把它夹紧就好了 这单面已经夹紧了 好 那另外一面也是 那因为赛衣夹这个木材 不是很硬的木材 所以 要这个钉 这个图钉是很容易的 好 那这两个就是一个接点 好 等一下我们会利用到这个活动接点 好 好 那你就把它弄到一边来 那当然你这边 可以加个热熔胶把它黏住啦 这样比较不会经常折来折去啦 那我们现在示范我们就不黏了 你最好用个热熔胶粘一下 好 那再来我们要来拆 拆装 改装我们这个闹钟 这个闹钟 它一般在想这一根会左右打击嘛 会震动 那震动里面就是靠一个小的直流马达 那我们只要把这个直流马达的回路 跟我们这个 这个开关做一个串联就好了 那我现在来拆这个闹钟 当然也有其他型的闹钟啦 那就是反正里面的那一个马达 就是把它跟这个开关串接 不管你是哪一型的 好 这个就是我讲的这个马达 它会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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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 左右敲这样子 那这马达一定会有两条线 那一个是接正极 一个接负极 它的正极 我看这白色就是接正极 所以负极的话就是绿色的嘛 那我们就把绿色的这个线把它把它从下面给它剪断 这个绿色的 那你剪好以后 你就是去测试一下看你有没有剪对 这个必须从马达直接出来的 你要不要测试一下 你电池装进去 如果你一接触这个负极 它会动 表示那就对了 那就对了 好 那再来这个动作就是我们要 要做一个串接的动作了 这个叫做串联 跟这个开关做个串联 那我们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开关目前是闭合的嘛 开了就没有了 这个开关被启动后就响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 一个结构大概就这样子 那我们将这个这个部分我们就会把它 把这个地线把它固定在这个插座这边 那当然我们要固定的话 我们先把这个拿下来 好那这个线头我们已经剥皮剥好了嘛 好那你你这个如果直接用这个 电线残绕的话可能接触会有问题 好那除非你把那个头拨长一点 要不然你就用这个落铁稍微焊一下 好那这个目前这个裸露的部分的话 我们也是需要需要用个电器胶带把它包起来 那我顺便先沾个焊锡上去 好那我顺便先沾个焊锡上去 以免久了以后这个氧化接触不良 好那我们这边用这个电器胶带把它缠起来 好那这样的话我们整个准备工作大概都完成了 那完成了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杯盖把它锁回去了 好那将来这个夹子你必须暂时放在上面 那由于这个是金属的 由于是金属的 所以说你最好在上面绕一个胶带在上面 好我们这个 这个上方可以当这个零食的一个 放夹子的这个这个场所这样子 好就把它夹在上面就好了 好那这闹钟依然是会走的 只有那个那个钟的部分 这个铃声的部分 就是被我们取下来已经旁入了 所以它是不可能当这一般闹钟来使用 这个我们纯粹就是时间 还有这个精灵 那我们现在到这个实际的一个门上 让我来试给各位看一下 好那我现在在这边是我的房间 那我们来试给各位看一下 那我这边刚好有挂钩 我就把它挂在上面就好了 好那这个夹子 我们就拿来把它塞到这个门缝就好了 好那万一有人闯进来的 这个时候 夹在杆子上 好这个就是 在我这个房门的情形 但是呢我们要了解 有时候这个门缝很小 这个门缝很小 好那如果说 如果说这个门缝很小的时候 你这两个末端 根本就 好门缝如果很小的话 你这两个末端根本就塞不进去 好那你可以加两个 两个铁片 好那就可以插到里面 好那面临各种不同的状况 各位需要按照实际的需要 去做一个应变 好那以上呢 是我为您介绍 如何将这个闹钟 改装成为 黄道器的一个作法 希望各位会喜欢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也别忘了将好的这个影片分享出去 谢谢各位观赏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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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